大家好 欢迎收睇型土之业 我是艾恩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个楼盘 就是我们坦州的豪宅之旺压街景康城 它推出了我们最新一期的旧座单位 哇 特价减减 今天艾恩带大家来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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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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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9栋实体楼7楼的示范单位 现在带大家感受一下最新这一期街境的交楼品质 现时大家看到我们的89平方的一个户型 我们街景这一期它同样都是两梯四户的一个设计 首先一进门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这个89平方的交楼品质是非常之高 大家看到的这个拼接的门以及我们的这些比较高科技的指纹密码等等 都是我们的一个交楼标准 就这个门的话看得出来真的都很吸引 很厚 非常厚重 然后比较特别 很少有看到交标是用拼接的这种颜色作为一个交标 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地砖的话 我们有拼接水都拼花的地砖的话 它相比较贵 同样的我们这些门它有拼接的价钱都高一点的 而且大家看回说到地砖 看看我们地下的这个交楼标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交标 做了一个美逢给大家的 踢脚线的话 都是我们这些铝的一个合金踢脚线来的 交标的品质是比较高的 我们的一个推拉门 厨房的一个推拉门 那些轨道的吊笔全都在上面 还有一个防缓冲的设计 看到吗 即是门把大力关下去 是的 我再示范多次给大家看 就算是比较大力的一个关 你也不怕的 你看 你就不怕说它突然间弄一声 吓死人了 是的 或者是垂破了玻璃 是的 所以它这个设计其实又比较好 我们家境其实细节是做到满分的 大家看看我们整体的一个交标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交楼标准 我们的这些厨柜全部是用欧派的 欧派在大陆来说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品牌 你看看那个门的一个厚度 基本上接近两只手指 一只大拇指的厚度 然后我们的这些厨电三件套 我们是用方态的 以及我们交标有非尼泡的一个正水器给大家 看看 这个也是交标 是的 你看看 有正水器 可伸缩的水龙头 超大型的升盘 深度很够深 还有它这个可伸缩的水龙头 它这个弧度设计也是很好 因为你这样开的时候 那些水它正正滴中了我们的中间位 你又不怕它会切上来 我们的料理桌的桌面 那些水又不会有水积 结症和过渡 是的 而且它砖满的话 那些去水位不是正对着我们的出水的一个位置 你也不怕它飞占出来 平滑的一个过渡 所以它的细节位置是做得很好 包括我们的话 这些厨柜下面 它有这些灯带 这些灯带 你感应的一个灯带来说 你不是晚上偷偷地煮宵夜 忘记什么发现 整体来说它一个交标是不错的 包括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生活露台 生活露台的话 它是一样很好的东西 我觉得是很多灯带都做不到的 就是它有这个 这个是交标来说 这个是洗衣桌 下面你刚好放洗衣机 有去水位有水龙头 然后你这个位置的话 你又可以放我们的洗衣液 油顺剂等等 上面那个位置的话 就是一个热水器的一个位置 我们的这个 天然气的一个出口 这些都是一个交流必准 是不是做得很细致 是的 而且这些是用YKK的 是的 门窗全是很厚重的 YKK就算是这种厨房的生活露台 好用的 你看 听声很厚重的声 听听到吗 都不是说些便宜的 而且这边都一样装好那些隔音棉 全部装好那些隔音棉 是我们的这些缝合位置 所以我觉得细致是满分离的 其实真的 所有的东西都很细心 那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交楼的一些 这个控制面板 包括我们的一些 你看看 全部都是智能的 一件关上 是的 你感受一下 这个互形虽然是89平方 但是它可以做到 南北对楼的一个设计格局 这边是我们的主楼台 主楼台就可以看到外面 彩光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的这个位置的话 是我们的餐厅位 餐厅位置的话 这边是我们的飘窗位就改造了 你看看 这个不是交楼 这个楼不是交楼 所以我们自己做 但是你可以参照它这个设计 在这里做一个收纳柜 或者是做一个 餐边柜 是的 餐边柜 做一个小的一个床走柜柜 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位置的话 它放了一张 相对来说 接近有大概是1米6左右的一个餐桌 看看我们四人份的一个餐桌 一家大小用餐是绝对足够的 或者你再放大一点的话 你做到六人份的餐位 都是完全充足的 这个空间 够阔 够阔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客厅的一个位置 我们这个交楼的标准和大家讲讲 我们的瓷砖就是定制的杜格拉斯的一个瓷砖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上面的一个空调 是我们日立的空调 这是交付标准 是交付标准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的开关插座 全部都是法国的斯莱德 然后我们的这个窗帘位置 它是装了一个电动的电机在里面 当然客厅装了 但是都可以的 是用我们香港的品牌尤克斯来的 然后可以看回我们整体来说 这个厅位其实是比较舒服的 它不算很扶着 但是你坐在这里看电视 这个家其实也是很温馨 非常舒服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露台 这里上面装了那个电动的这些轨道 后期的话我们阳台的推拉门 都是用YKK品牌的这个双层的隔音玻璃非常厚重 你看现在打开了这个露台之后 你就听到外面的这个马路的声音了 就是施工的声音 如果你是关了那个 很安静 是的很安静 我们的这个露台大小 这边的话 看出去相对来说 其实我们这个位置 你可能 因为现在还没拆外棚架 你这样看出去就觉得扭对扭 但是我们可以选回我们对面的那个 我们的镜像对称的 镜像对称的另一面的89 他看出去就会开阜很多 因为前面是他最早期的一些 那些矮层的小阳房别墅 他这样看出去的话 你来中高层望 是比较远一点 是的空闊一点 就舒适很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户型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一期的一个交付的一个标准 那我们的话可以感受一下 到时他就没有这个长步 到时是我们多乐视的一些雨交七交标来的 我觉得看一层楼的话 最主要看下他的厨房 卫生间的一个交标 因为这些才是比较硬正一点的硬装交标 很多其实家具的搭配 我们是可以自己配置的 那我们来看回我们的这个卫生间 我们的水龙头 包括我们的花灾 都是用我们德国的一个高仪品牌 作为一个交流的一个标准来的 这边是林浴区的一个空间大小 这边相对就 一个人就是OK的 刚刚就说 应该是浴区的 然后再来看回我们的坐便器 面盆等等 他都是用这个抗丝隔瓦的 都是大品牌 这个小袖不够大的 正常的就是很小的 是的 这边他会做一个东西给你放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些位置都是一个收纳的空间 然后这些都是一个收纳的空间 其实他的收纳位是比较多的 而且这些玻璃有亮光的灯条 我觉得很好 还有这里的话 它是用了我们的插座 它一键控制完 你可以直接的话就换气 上面换气 然后就开了暖风 冬天洗凉 不怕 开了暖风气 压记河非常之舒服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里面房间的一个布置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地砖 外面客厅是用杜格拉斯的一个瓷砖 然后在这个位置的话 就开始有一个很顺畅的过渡 然后过渡到房间里面的话 他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房木文砖 这间是一个小房来的 这是一个次货 次货的话 我们的一个交楼标准的话 也是挺高的 然后再来看看 上面是装了空调的一个交标 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门 我们是用这个实木门 作为一个交楼的标准 听不听声吗? 好厚重 对 都算挺实际的 这间房间相对就会大一点 来看看我们的一个次货的交标 我们用的这个实木门板是用附着的 然后安装了通风换气的装置 是YKK的 即是我们的窗后位 有门气装置在里面 接着我们用的这个门窗 这个窗都是用YKK的一个牌子 玻璃的话就用这个信仪 我们来看看一些交楼标准 主人房 最主要是看下主人房 它是一个套房来的 你看看 同样这些交楼标准是很高的 没错 这个就跟我们刚才介绍到的 这个 公共卫生间 一样的交标 是的 多了一部分是什么呢? 看看我们外面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小夜灯的设计 夜晚起夜 可以不用开灯 自动感应 那你看回这个主人房 我们主人房的大小的话 你看我们的床头就看到了 它的床头的话 其实你可以放到 两米大床也是OK的 只不过两米大床的话 三边落床的位置就有少少窄了 但是的话 你如果是放米8 你绝对是空间充足的 然后你这个位置 其实我们床 基本上如果做两边落床的话 拍到我们的这个飘窗的位置 其实也是OK的 如果拍过去 就可以放一张大一点的床 是的 两米你拍过来完全可以 那边还可以放一个大的床头柜 或者一个梳妆台 放一个梳妆台 都是够位的 我们这个89平方的户型 是一个非常高性价比的一个户型 它算是比较温馨少少的一个小单位 这一种户型的话 就相对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 就是首次自业上车 还有的话 就比较适合 是想过来度假玩 偶然性居住 就不是说并非长期 退休一直住的人群 这个单位就非常合适的 看完这个户型之后 我们来迅速看一次 它的镜像对称户型所望的这个朝向 现在我们就在01弧形89平方 这个单位就是我们刚才介绍它交标的02弧形 镜像对称的单位 面积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的软装风格不同了之后 呈现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感觉都不同了 是的 这个弧形的话 它的软装风格就是有少少少清新的一个轻车风 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户型看出去的一个视角效果 这个01的话 刚刚在02那里也有说到 这边看出来是会看到前面最早期的一些小高层 我们现在在7楼 只要高过前面的小高层 大约是去到10楼左右的一个空间 视级效果就会很好的 靈无多 是的 而且也没有像灵然正向的有一种压迫感 这边彩光或是望的景观的角度都会比较舒适一点 来看回我们这个弧形的软装和硬装的区别 我们和01和02的软装不同了 但是硬装膠标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装修是你自己改动的 你收了楼后 软装风格上怎么改都可以 如果需要参考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阿欣 阿欣有专业的装修团队 就是出免费的图字给大家作为参考 来看回我们放了不同傢俱的摆放的效果 这个房间如果做小书房 是否会比较適合的书房 对 会比较適合的书房 你看看我们主人房的一个大小 这些不是交易画 这个洗手盆不是 创意 但是你看看 风格完全不同了 整个空间感都出了来 就会觉得大点舒服点 这个主人房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小的话 最主要硬装之余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软装搭配的效果 其实89这个弧形的话 都非常足够一家三口居住了 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的03 105平方 和04 118平方 在这个位置的话 它有一个防火门隔绝了 所以这两边的话 隐私度就会比较高 而且大家看回 我都说我们街景是非常之 注重细节的一个开发商 你看看我们的这些 通往楼梯间的斗堡通道 它的一个交表 真的是我见过 邰州里面最高标准 方法门最高标准的一个交摄 楼梯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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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YKK的窗窗 公家圍都是用漂亮的 全部都是貴價物品,不會是便宜的 所以我覺得它對這個細節來說是比較注重的 我們來看看我們105平方斜 大概1130呎的戶型 一入門的話,這邊是我們的廚房位置 冰箱預留位完全充足 是放一個兩門甚至三門的冰箱 大冰箱,滿足你的需求 我們來看看,當然有很多的膠樓品牌 是按照我們剛剛的靈耀型的膠樓Vision 這就是提及它的大小和格局 品牌就按正前02 我們來看看,其實它的廚房大小 我覺得和89相差不是太大 是的,大了一點 甚至的話,連我們的生活露台也差不多接近 這裡的話,它一樣是有一個門窗在這個位置 我想這個應該對應衛生間的東西 是的 是的,封封 來看看我們的客廳 這個就寬落很多了,因為面積大了 感覺上就舒服很多了 其實我是相對比較喜歡這種正常的一個樹廳的設計 我覺得這樣比較窺整一點 比較方方正正的,很舒適的一個空間 現在我的人就站著,在這個位置大家就可以感受到 其實我們客廳的一個大小的一個情況 這邊的話,其實我覺得是放到組合梳化的 這個梳化的話,它的靠背都比較厚的 其實這裡的話,差不多有80公分 你感覺上看不到我們電視的這個位置 距離都是比較闊 是的,可以放一個100吋大電視都可以的 我們看看辦廳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它放的這個桌子有1.2米多的一個幅度 你甚至可以放一個小圓桌子 可以放一個小圓桌子,可以的 這邊就是望來源的一個設計 這個壺形的話,現在它是朝南向的 在裡面的一個圓林景 這個裝修,這些都不是膠標 這個不是膠標,看大小看大小 其實的話,我們街景今期推出來的壺形的話 它的實用性和以往來說,都是基本上雙差無幾的 膠樓的一個標準,跟我們早期 曾希元那期20棟的一個膠標 其實是非常接近的 用的全部都是高端的一個大品牌 那為什麼它這次的價錢會這麼便宜呢? 不是說大陸的樓市倒閉了 不是說我們坦州的樓市不行 為什麼這麼便宜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原因? 為什麼呢? 最終的原因其實是在景觀上 因為我們早期的話,曾希元那期 說那個圓林景的造價非常非常之高 每一個單位看出去,就是每一棟看出去 那個景點都非常吸引人 但是我們今期的最新一期的話 這個景觀上我覺得是有點差強人意的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這個價錢就打了一個大字扣 我覺得其實也值得的 如果是價錢來說,和景觀上的選擇的話 我先選價錢 價錢才是最實在的 這個就非常之實惠了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壺形的話 我覺得這個位置設計得很好 有一個小型的衣帽間可以做到 有一個放一張按摩椅 118平方的話 它的這個示範單位改動是非常之大的 很有創意的一個設計 整間屋裡面的話 它有這種是北歐的森林風 森林風 你看看,全部都是原木式的一個設計 但是顯得非常之舒適的 這個空間感層次出來了 很多都不是我們一個軟裝的膠標的一個標準 改動的很大 對,改動很大 大家可以參考它的改動 但是看我們屋裡面的實際的一個尺寸來講的話 這個壺形的話 尺寸其實都比較舒適的 那個廳位其實跟105相差無幾 不過的話 感覺上我們的這個陽台位置就大了 而且這個景觀很好 這個景觀的話 其實到時它會看著我們圓林的這個花園 所以它就不會說正擋得那麼厲害 遠處的話 期望後期都可以看回我們珠海的山 期望後期 因為前面它會起樓 如果不知道到時會不會全擋 但是看著圓林這件事就不會變的 你看回我們房間內部的一個大小 我覺得這間房間的話就比較有特色 是的 因為進來的話 這邊全部就可以做完我們的這個衣櫃 很省位 走廊完全利用起來了 然後這個空間的話 其實你放小朋友睡的 這個米5的大床也可以 這個只有米2的一個大小 再過來一點點 過一個位置大概去到這個位 米5左右其實都可以 這邊一樣可以放到書桌 還有這些空間還可以設置到一個櫃 我覺得其實這間房間的尺寸感是很好 就是利用得很好 我覺得這間房間很有安全感 是的 我也感覺到 因為我覺得這個床靠這個長的話 這個安全感馬上出來 我小朋友睡得剛剛好 你看回我們的衛生間大小 這個衛生間大小就大一點了 其實我很喜歡這個圍形的 知道為什麼嗎 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是喜歡這個 這些顏色是嗎 是的 很好看 也都可以 把你的金帝轉成這個顏色 預算有限就算了 那來看看我們的房間 這個其實是一個四房的設計 這間是一個小房 這個可以做一個書房 或者是你做一個小朋友房 都可以的 醫務間 但醫務間的話它有位置 這裡 這裡就很適合做主人房的一個醫務間 或者是你看像它那樣 它這個就很按照年輕人生活習慣設計的主題 因為這裡它做了一個健身房 就是瑜伽房 沒錯 健身設備 這裡可以作為一個不健身的一個空間 放台泡布機或者是這些空間 留來瑜伽這樣 完全可以 你看看我們主人房 主人房它有自己的醫務間 就是剛剛有一個位置凸出來 這裡的位置 後面就是我們那間 很有安全的那間房的那個衣櫃的位置 這裡就是一個細型的醫務間 然後看看我們的衛生間 這個衛生間足夠大 下面的瓷磚我喜歡 整一面好像很乾淨很整潔 很光鮮 提身很舒服 很舒服 你看看我們主人房放床的這個空間 這個大小的話 因為我們的飄槍台 它全部是拆走了的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 空間就大一點 以前我們以往的街景的風格 在這裡是做一個組合櫃 用來放東西 然後上面鋪的電用來休息 現在的話 因為我覺得這個尺寸縮了 水它就直接切了 你可以參考它這個設計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賣的 118平方的弧形大小 我現在的話 就手上拿了四份的一個價單 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目前街景的一個價錢 首先的話 為了大家更好地比較我們這一期的這個 和前期的區別的話 我們手上這三份的話 是我們九棟的價單 這個是我們三期二十棟的一個價錢 大家就看看它的區別在哪裏 這個單位的話 是我們的八十八平方的單位 它是我們四期九座的一個單位 是一個高樓層來的 二十六樓 這個很棒 十六樓 非常之不錯的單位 這個是另一壺形 另一壺形的話 它是可以看到了我們的這個 街景的 是的 比較開闊的景 它是看著小高層陽光那一塊 跟著就看得比較開闊的一個景觀 二十六樓這個高度 是足以就已經是望到很遠的一個景致 那麼這個八十八平方的話 目前來講 它的一個單價是去到一萬六千七的 那麼我們的一個總價是一百四十九萬 一百四十九萬 那麼好了 再來看看我們的一個區別 這一份的話 這個價單 它是這個三期二十棟的一個價單 那麼它是一個都是八十八平方 面積大小是一樣的 其實也差不多 只不過就是記不記得我們的那個那個 這個 景觀不到 飯廳 飯廳那個位呢 這個單位它是 露台位是在這邊飯廳這邊的 這個單位的話 露台位是有一個 收入露台位是在我們的廚房的位置 兩個有區別 但是基本上房間大小 這個戶型結構 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這個單位的話 它是一個三樓 三樓的這個低樓層的單位 這個是我們二十六樓的 那麼看看我們的一個價錢區別 一萬八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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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說呢 我們的成交總價一百六十六萬 這個是一百四十九萬 接近的話 是差了十七萬左右的一個價格 而且這個還要是三樓 這個三樓低樓層 因為我們二十座基本上是收樓的 這一個月的月底就收樓了 所以我們二十座也沒有什麼樓層可以選擇 這個是我們新家推的 雖然它遲些交樓 但是它真的勝在優惠力到大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吸引的一個地方 同樣的一個戶型 同樣的一個大小 然後樓層更加高一些 價錢更加優惠 有吸引的一個力度 因為這個大小大家差不多 所以就更加得出對比了 我們再來看看另外的 這個03和04的這個戶型 這些價單的話 全部是售樓部 今天它過來看樓的效果 我們計出來的一個價單 即場拿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是選了一個不同的樓層給大家對比 這個是我們九棟十樓 03單位 這個是105平方的價錢 我們現在的話 所有的一個折扣 包括我們的租金補貼 月供補貼 然後這個入貨的大禮包 競減的折扣完之後 我們一個精裝修交樓的價錢 是16300的單價 1903戶型 105平方 16300的一個價錢 總價的話是172萬 這個是我們的成交的價錢 現時的話 我們的首付是可以做到15%的首付 然後85%是借銀行的 我們每個月的一個月供大概是6400元 6400元 就是買到一個這麼高品質的 是的 這麼高的交標品質的一個項目 單價只需要去到16000多元 我們低樓層的話 可以去到15000多的單價 15800再有一個成交價 然後你漂亮一點的一個中間樓層 都是16000多元的一個價位 就像這個10樓這麼漂亮的單位 16300的一個成交價 再高一點的這個價錢 都不會超過16500 成交價 很吸引 很吸引人 好 再來看看我們的這個26樓 9棟26樓04戶型 你猜猜是多少錢 我不讓你看 什麼單位 118平方的04戶型 26樓 26樓 這個應該要貴一些 大約呢 要不要16700 猜錯了16200 大家看看 成交價錢16200 我們的一個總價是193萬 現在的話只需要給29萬的一個首付 每個月供7200 你就可以輕鬆把它拿下來 大四房 大四房的一個單位 南向的大四房 不值的話 也是非常之舒適的一個戶型 很適合的話 大家用來長住 退休養老 我們街景的話 出了名的話 除了品質好細節做得好之外 我們的圓林也是非常之具有特色的 我們最新一期的這個四期的話 它的一個圓林 亦都是做到非常之出彩的 雖然現時的話 大家就體驗不到實物 但是呢 對我們家境這個項目 要有信心 畢竟它在坦州來說 深耿了多年 一直都是以豪宅作為著稱的 所以它的這個交流品質 絕對是有保證的 現時我們的這個狗凍 這個價錢非常非常之吸引人的 當然啦 我現在手上報的這個價位的話 如果大家找我的話 再幫大家申請多些折扣 再勁僅一點 我們今期介紹我們街景最新一期的 這個四期救送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叫阿欣 阿欣免費專車接送 從香港那邊接大家過來 看看我們街景的實地考察一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請多多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